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2016年,香港出現了經濟和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 Radio在這時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持續支持My Radio的節目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 Radio同仁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好,大家好,歡迎收看 逢星期二晚的四眼 今晚真的不好意思,遲了開麥克風 因為陣容頂盛 因為請到這個左右逢軟的林康正 以及欺凌若小的廣冬上來 再加上阿謙,阿謙都很久沒有在鏡頭面前開麥克風 應該超過半年 遲些會有新節目推出 計劃 今晚的主題當然繼續說新冬補選 立場和民調都非常清晰 因為地下在座那麼多位的衣著 但剛才發現一個問題 開麥克風五秒前 麻煩拍一拍這個 左右逢軟的林康正 看到他穿藍色衣服 但穿紫色褲 你想怎樣呢?阿靖 現在左右逢軟也不僅要上下逢軟 你自己表態 之前學民思潮也是這樣 他的圖在上面有紫色頭上藍色 紫色頭上藍色還是怎樣呢? 還是紫色大過藍色? 你自己解釋一下 今天四眼哥哥請我上來表達一個意思 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我最近經常看言論 六號輸贏不可能 就算七號贏不到 你相信六號會贏還是白癡 我就告訴別人 沒有東西是不可能 還有做人 抗爭者 最重要的是抗爭 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改變不可能 在大是大非前 要有一個最正確的判斷 而不是計較一些所謂的私人關係 雖然可能跟有些人的意見不同 你不要馬上看一看我 就算單單看勝算 是 我都說六號一定比楊惡喬 不用說 如果你說大局為重 肯定就是楊惡喬 不夠梁天麒麗 但是你的立論是什麼? 阿靖,你不可以數之情緒 我們說數據 要不要說情緒? 因為今晚不是殉政要求 而是殉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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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吳空正上來講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人說 不是,七號會比較高 我看到很少有發出數據 反駁這一點 大家說我相信 我相信 這樣不行 你真是相信 我舉新冬做例子 二千年長毛選立法會 一萬多票 當時是激進派 最激進是他 5.92% 而泛民主派是獲得了60%的票 好了 四年之後 2004年 0371就過了 長毛逸有萬多票 在四年之間多了5萬票 變了6萬多票 6萬多票 由6%變成14.5% 而泛民主派是60% 跌到45% 再去到2008年 中間沒什麼對大事發生 泛民主派依然獲得四成半票 但長毛再加上當時也屬於激進派 當時激進派 你打J的女神 前線你輕而已 加上21% 好像嘴人 死亡之民 找那張圖 2012年 當時發生過五區退公投 發生過民主黨入中聯辦 政治氣氛都比較強烈 亦反國教 當時激進派長毛 人力最高 再加上泛國威少少 加上對陳國強 當時泛國威有高登仔幫你對拉票 加上有25%多 而泛民主派 加上黃盛志跌到30% 如果不加上黃盛志 加上激進派 你看看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前兩年就雨傘去革命 今年有個黃角黑夜 我就不會說是魚蛋去革命 我會說是一個大型警民衝突 我們這邊就叫做武力抗爭 武力抗爭 如果你問我 根本是還拖 雖然說革命是方便他 他宣傳實際上還拖 警察想不到你還拖 要你拖我拖你就緊 是以往 這件事本來就應該在御散革命的時候發生 不過就被很多人阻止了 因為以前 你拖我們 我們不還拖 以前我們進好人前 現在這次我們還拖 你說就算扔磚 你追著我 對我來打 被你埋倒身 我就變成鄧力恆的明報哥記者 或者最初以為那個女生是否男生 打到你快要死 當然是找東西扔你 讓你來不到 然後找東西燒一下 讓警察出籠 讓你無法拖身 是很正常的 我要重新再說一次 一年前我對於扔磚的看法是 當時是說 如果警察開槍 你扔磚還擊有什麼問題 之後還有很多句 有時候你扔磚還擊 不一定是想扔中 都不是還擊 是智慧 可能是你想嚇退 讓他不要埋到你身 去攻擊你 我現在會說 扔中又如何 即扔中 你開槍 都是你逼我的 最大問題是 經過這兩件事件 我相信激進派票 又會大升 我撞了一個小島 你買個當頭起 還是買個走巧波 不用說 我不會跟錢鬥氣 當然是買當頭起 所以 如果你說不相信這些 最近中大升火 左交集中大 都被升火 他贏了 大比數贏 還要贏 八百多票 我還未說旺角黑夜 就是之前 如果大家不相信 一定會贏硬 你不要覺得 鍾樹根會贏到 即會輸給徐子健 你不會覺得 無名的素人 多美女的梁美芬 會輸給好美女的尤為晶 甚至抗保然 在黃埔會贏 所以根據這麼多事件 實在不是巧合 再加上以前的數據 我很合理去相信 打著最激進的旗號 是否6號會贏 我的看法和你有點不同 我看總體的畫面 他提到一個層帝式的 用百分比去計算 當頭起 和當中起 我也希望 本土派為了居安私隱 不要在網上覺得 現在你們氣勢一時無兩 好像很厲害 三千多人 對比起7號楊岳橋 只有幾百人 不要被充分頭腦 實際上 就算剛才阿靖舉了幾個例子 我當星火贏了中大學生會 第一是謹慎 第二 在中大是一班年輕人 他們選年輕人的一個氛圍 而不是香港這個大環境 是有不同的人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第二是區議會選舉 整個選法和細選區 細選區很容易會突擊到 亦都突擊到成功了 我們大家很開心 很多人走出來 新政也好 誰都好 成功了 但現總的所起19區區議會 完全沒有話語權 反對派依然沒有任何話語權 全部都是被建制派壟斷 沒有改變過事實 而今次的選舉 更加要居安才是 阿靖的成績的percentage 我是Buy的 但問題是 未必會在今次新冬的補選出現 為甚麼 我的看法 梁天琦會有很多票 很高票 一定不是戴耀廷所說三千票 你猜那些算了 那些別管他 那些人別管他 你猜不到這麼多票 而他真的拿走了很多 可以說是楊岳橋的民主派票 但結局 一定是周浩鼎當選 沒辦法 因為我們看數據 我剛剛才在東平洲節目說很多數據 我又不敢說 票數上 如果激進泛民、新進泛民 上屆2012 如果加上8萬6千多票 加上泰國威 11萬 11萬4千多 而在傳統左派和建制派 加上6萬多票 再加上11萬多票 傳統左派加上17萬多票 OK 你要知道建制派票不會走 我當投自由黨那些 投旁愛蘭那些 會走1、2萬 去投皇城至投方角山 但是問題 我當他要16萬 也有16萬 15至16萬 鐵票 15至16萬鐵票 和11萬多票 你要多拿5萬票 你要在溫和泛民 傳統泛民裡面 拿5至6萬票過來 你就能夠挑戰到周浩鼎的鐵票 你要知道他們那些是半條票 是阿公、阿婆 平時上年紀的那些 地區票 所以我在楊岳橋的造勢奈會 我也去 我看到我去不是等於我 去觀察 我不是自己觀察 我只是觀察完 有任務做 但我看到的人 那些會眾 就是平時我們很不喜歡那些 很仇佬的那些 就是阿公、阿婆 上年紀、大叔 還會去跟余約美會合照 那些人很少 我想跟大家說 在新東整個人口裡面 新東有94萬340個選民 裡面 人口組成裡面 我泛子這一批叫港豬 或者叫做 根本都未覺醒 我之前在我自己的節目裡說 如果各位激進派抗爭者 覺得香港的主流就是港豬 香港的主流就是這些 完全沒有獨立思考 都不知道人間何世 看CCTVB 那又何來這麼多票 可以挑戰他的鐵票 你也分了兩部分 反對派也分了兩部分 所以我覺得 梁天琦會贏很多票 甚至比楊學橋 甚至多票過楊學橋 但是未必能挑戰到鄒豪鼎 這就是我的預測 就是賽前預測 所以我之前也是這樣說 我不會告訴你我投什麼 不過你自己想 那票用來做什麼 你自己想 是不是需要在這四個月裡 守住什麼關鍵 什麼一隻 那些論述是不是真的 不要緊 那些我們已經反駁了 反駁了 你說是否會推動什麼 以時規則會改 這些恐嚇 是不是見到 你信不信他四個月裡 可以做些什麼 我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真的十七到十七的時候 你四個月可以做些什麼 同時間 本土派四個月進去 童童玩兩個 去做些什麼 你問我 我是問號 我是問號 不過 是有必要支持本土派運動 本土派九月 我再預測九月 將會捲整個 所有泛民光譜 可以說是改朝換代 九月一定是一個表題的投票 改朝換代 因為玩法不同 不過也有本土派 我看到大大隻頭七號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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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本土力量 不 本土力量 就不用說了 我覺得最可恥的是 以前的激進派 以前的抗爭派 是呀 屌你老尾走來 完全是 不知做什麼 你走激進路線 或者標榜自己是最激進的路線 你是沒有回頭路的 你不可以走回法民 現在我告訴你 我可以走回頭路 我現在要走回頭路 我兜口兜面跟你說 我現在就是泛民 我以前吊齒泛民 國金時宜作非 我現在就投入回法民 我大局為重 這是歪理之中的歪理 可恥 我們的大局就是 就是本土運動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之前都說過 現在你說的大局為重 就是套用黃羊達的論調 就是誰先告急 就是誰先告急 誰先告急 你既然告急 代表你自己都怕輸 那當然是大局為重 投另一個 這個一定是最沒有錯的說法 擺明是怕輸 即使選票走完 就是怕輸 敢盡有一個指標 文匯大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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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不是 這些本土 死眼哥哥那些 太激進了 我不想投他 那公民黨 你是不是泛民專發 你是不是投得下 如果你說兩個 你都含履退投票 我問大家 一個就已經是 一成不變 小路一條 一個呢 你至少都一事無妨 那你會給他一個機會 不是我九月才給他 剛才我說了 如果你真的要看勝算 真的不是你說 梁天琦未必會輸給楊樂橋 甚至我樂觀也好 我天真嬌也好 我覺得梁天琦 食住個世 是會多過楊樂橋 而且你現在跟我說 守住那個一票 我當 我亦都相信 政府真的有機會六八九 是打尖 亦都是有機會做到 要修改議事退規則 但是 為何要守住議事規則 是因為要議會抗爭 你公民黨 泛民主派 從來有沒有議會退抗爭呢 當時 社民連 三子 包括玉敏定招 和港仆街 你們出來譴責 或清界線 然後修改議事規則 接著近這幾年 你拉過幾次報 是今次咬完牙血 你才開始盡量發言 就在網絡中 都是檢人數 當然 遲些退 有沒有拉布也要遲些退 也不能太早判斷 但是 之前說要全面不合作運動 就和建制派編姦表 防止留會 我想說 你平時也不抗爭 你平時也不拉布 說什麼守住那席 你也不合作 對 如果你說是拉布 即是有平時做拉布 你平時做議會抗爭 你這樣說 我拜 但現在你不是 而且你說大國為眾 就麻煩你 有些人你不要表面上 把口號大國為眾 實際上 就幫你楊岳橋倒米 你是不應該任何選舉 是不應該罵所有不投給你的支持者 你可以攻擊其他候選人 但你不能攻擊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 你是倒米 但我最大問題是 不是楊岳橋做這些事情 是很多所謂的 做泛民老師忽諸隊友 去做這些事情 你當他是流氏 其實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 你會看這個立法會 今次新多的補選 楊岳橋走出來的勢 比選民的印象差 他是一個大律師 大律師 走出來戴著眼鏡 跟你有多分似 有一次 有一次 施思文文 四十年仔 有很多 他像蘇豪 都英俊 他給選民的印象是正面的 是 即是 今次如果楊岳橋 真的輸 或者贏得很敏 你要怪責的 就不是怪責本土派 不是怪責建制派 是怪責你泛民那幫老鬼 也是的 其實我也覺得是 即是他輸給自己的隊友 自己的朋友 馬東 剛才你說的選票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少計算一些新增的選票 一些年輕的選票 還有有一個是 你說自由黨 加上龐岳蘭那些選票 可能會去向 即是自由黨 投給田北俊的人 我不覺得他會去投給周浩鼎 不是周浩鼎 他是方角山 方角山 但是方角山 基本上次的二萬四千多 是不是 那 你加上龐岳蘭 加上這個 叫做田北俊 那些 那 民建聯是不是真的 吹到這麼多人出來投票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還有 真的我自己的親身上陣 下街 做街站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民建聯 是 重視這次 對 沒有動用所有 沒有動用一個 適量的資源去應付這次 這是很難估計的 因為他們不用做的 他們不用 全部 去到星期日打電話 打電話 開旅遊巴 你會看上一次 李正希去選上水那裏 工聯會是可以動用二百人去一個區選那裏 但是他在這次的補選 今早我在大埔街找 他找三幾丁油在那裏 動那個叫以拉架 然後 旗都不插入 即是不積極 我看到他們的動員 但現在周浩鼎很急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真的不太重視這次選舉 因為第一 新東是傳統民主派的票倉 覺得自己的勝算不是贏 第二 建制派人做事 他們是不會 亦都不需要波罰做給你看 因為到時 頭那天你就知道 就是一車車去的 你自己去 還有第三 基本上他們應該是未談到的 我會知道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知道 就是 上次我也是去翠湖有幫忙的 就是幫了一條左交的人 一位 一位 我看到建制派公公票的動員 是怎樣動員 到時你不用說什麼 叫得很勁 又吹很多街站 不用的 因為自不自覺的公屋 自動的票就涌 所以某些貼票很安全 他亦都覺得那些貼票未必夠做 而他亦都見到 所謂民主派反對派 鬼打鬼的時候 搞了什麼 而且很同意選舉 因為這麼多變數 我上次投過那張票 投給長毛 不代表我今次會投給長毛 我可能投給劉慧卿也可以 我問深一句一句 你看上網 或者看現實世界 有多少 我不會再投給黃毓民 我不會再投給人民的力量 你看看 只看這兩個例子 你知道每一次選舉 投票意願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如果剛才 你看上一屆 所有支持泛民 或者支持長毛 都要投給萬必 人們會根據萬必 跟據長毛的呼籲 投給洋樂橋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不是 票 就會常常變 而且今次 我也想再呼籲 穿一條退子褲 呼籲那些支持洋樂橋 你很大程度 為何人會幫他賭米 不是說理性 你就是投共 你就是白癡 你可以純粹說道理 但因為很多人 放了很多 反傷亡的情緒 結果 其實你是對公民說 他脫不利 這次明明就是 楊樂橋對著六號 甚至對著周浩鼎 方國生的大戰 而不是泛民對著雙王 但很多人就說 只要我打死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收我 王一民派來的 退本民線 甚至很多 我就打死他雙王 別了這些思維 再加上他表達他的方式 其實你幫楊樂橋是賭米 甚至很多女生 投向本土派 大力支持四眼 不是四眼 大力支持兩次其他 甚至有留言 說是收了錢 收了錢 其實兩個競爭很有趣 我可以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 例如楊樂橋整個競選團隊 並不是遇到那麼多死亡之民的家人 那些所謂自發地去 死亡之民 自發地去幫他推票 那些是不前自來 拉倒票 那些都是自發性的 什麼人是自發性 或者什麼政黨是自發性 大家明白 那些傳統的民主派 輕姐 甚至是人力 為何他們做這些事 或為何他們要這樣做 你說長毛一說 把以前投過的票全都給他 我覺得很反感 過不了 年輕人最反感是聽到這些 你老闆 你家長 我投給你那張票也不是屬於你的 也不是你的 他也不給你 他也不給我的 他也不給我的 我投給你支持你當年的行動 這些正正是大台 家長式口吻 大台思維 家長式口吻 你不投給我你就是投共 是的 即使我們的中間 我票也和 大佬 即是一些網路名人也是這樣 即是你出了一些家長式的語氣 你呀 你們這些人還說投給六號 誰還跟六號站台 不是站台 即是跟六號背書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拉布派 才可以阻礙到這些 阻礙到這個版權法 知不知道 那些老米 就是瘋狗亂吠 就是這些 現在的年輕人不受這一套 其實如果他很正常地說到 正常 其實我相信楊岳橋勝算會大很多 因為現在你真的幫他對賭米 尤其是我看到 既然有一個不是公民黨的人 就是幫楊岳橋擺街站 是拿自己黨的黨旗出來 也不要緊 但是他推出一個他罵街坊 即經過你就是西亞 你不用西亞 你不用西亞 所有選舉 真的你要很謙卑 有一次在公議會 我看到畫面 我也很出奇 為何黃陽達和鄭巡街 這樣對著街坊鞠躬 是不是 我想不到黃陽達 對他這樣做 也不是他自己選 就是你選舉 就是要禁謙卑 你通常是何時不需要退謙卑 你就是對著平時那些愛字頭 你見到他 而且你不是示威 例如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 我對賭鎮忠 我去年7天 班俊業的公民就想叫人來 直接不要等 因為你見到就罵他 然後不斷罵他 退賭鎮忠 旁邊有個阿姐挑釁我 他是真愛你的 你知道我們好謙說一句 你這麼喜歡大陸 你死回上去 然後說 我不是大陸人 我是香港人 我屌你 你這麼大堆奶 你跟我說你是香港人 你當我三歲小孩 你是這樣羞辱 但選舉擺街坊 就不可以 是不可以 但你羞辱香港人 你羞辱港女 你羞辱港女 你說是港女 你說羅緝 大陸人就大波 香港女就不大波 你現在混蛋 你怎麼會這樣 你這樣想法 這個是計算 你是不是不相信香港女的大波 平均數 還要計算平均數 還要計算平均數 Jada是誰 Jada是學問思想 所以 如果你幫其他人 尤其是 你罵選民的事情 你罵了就算了 你不要來負責 對 對 我到街站一定是必供必敬 就算你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 你也不能夠跟他 多謝你的意見 多謝支持 他通常遇到反對意見 他都不會站在那裡 罵捉你一小時 會這樣 你罵兩句便離開 你這班人是暴徒 你便走 別理他 別理他 你便多謝他 旁人看到這個畫面 很簡單 你被人罵 你也會 謙卑 對 謙卑 接受這個意見也好 接受這個批評也好 而不是你在選舉的時候 在那裡罵人 現在不是示威 我去到街站 我去了兩個街站 一定是有人來處理你 我壞事 罵你不要暴徒 扔磚 罵你不要死 甚至乎有些 不是那個陣型 會過來說 你戒標 對 你不要煞氣 不要一時動氣 你要明白 你真的不是示威 你不是對著黑警 不是對著愛字頭 即使他是愛字頭 他來搞咕你也好 你下去的目的 是 你是幫助一位候選人 去助選 去拉票 有時候 所以最近很多言論 就是 做街站 最重要是不要動氣 是 因為你給別人的印象很重要 不是跟你煞氣的人 是周圍走過的人 是 我們去 好像 派單仗 或者派報紙 遞出去 多多支持誰 是吧 鼓鼓鼓鼓鼓鼓 他拿的就是多謝支持 他不拿他走去就算 不用理會他那麼多 他來搞你 一定有人搞你 旁邊有很多人 一分鐘 那些愛字頭 你不知道他會否知道你街站時間 一看 走去掃夠你長 他不會掃到 習慣外快 你知道有些人 樣子又生得衰 又豬蟹 做雞又沒有生意 對老公又走路 還要騙人錢 又要賺這些代快 正正經經說選舉便好 平時我這個節目 不會有這些言論 不是 不會也不一樣 偶像